核心家庭的问题 现在年轻人结婚以后 还跟父母住在一起吗? 这很难说 因为现在的情况和过去不一样 过去是什么样? 过去一般都是大家庭 儿子结婚以后 还和父母住在一起 父母老了 身边有儿子照顾 要是儿子有了孩子 父母也可以帮着照顾一下 人们常称赞 四世同堂 是幸福之家 现在呢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结婚以后 希望有自己的小家庭 也就是核心家庭 他们不太喜欢 跟父母住在一起 这和西方差不多 这样一来 也就有新的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有的老人感到很孤独 因为子女不能常来看他们 为什么呢? 子女们工作忙 要操持家务 还要照顾孩子 有时就忽略了 和老人的交流 因此 有位母亲 还把子女 告上了法庭 真的吗? 这是我写的一篇报道 你看看 一切 感谢观看